Yo!大家好,我是自拍豪華 又出來玩一下自拍Vlog 因為之前我玩了一些Vlog 很多朋友都玩得蠻棒的 想看多點這類的東西 我外出拍一下,很棒 又可以沒那麼悶 我外出玩的,多數都會拍攝專家 尤其是最近我拍了一條和唐世磚 我外出玩了一個是GU 即時衝進試身室的穿搭 有些朋友想我多拍一些關於GU 有什麼單品推介或者穿搭 今天就出來玩一玩吧 最近我發現了一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新開的公園 其實它算不算是公園呢?很小 最棒的地方,平時的公園 有很多爸爸和婆婆在這裡玩 有些人在餵雀 有些人在餵雀 有些人不穿衣服,在這裡吃煙 但這個地方最棒的是沒有人 我之後可以找這個地方拍一下外景 不用經常在天台那麼悶 最過癮的地方是 最多的地方是有牙齒頭 又不怕下雨,又不怕曬 很棒 希望這裡會被人這麼快發現 我又可以多拍一些影片 大家其實都要支持我多拍一些外景VLOG 因為其實夏天真是熱到混蛋 拍一套穿搭,其實全身都已經濕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的 就支持一下,看多點影片 分享多點給人 有空閒的呢 就玩Payme,Superfans那些 事不宜遲 立刻來一套GU的穿搭和單品介紹 好,首先來一個 這一件我其實之前也穿過 但是不同的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這一件 短袖薄身的Hoodie 感覺有點造型 但它又薄身又不會太熱 它有一個淺藍色其實挺漂亮的 我買了兩件顏色,很棒 當然你可以像冬天玩Hoodie 把這條繩綁一個蝴蝶結在這裡 就有一個隔著了 那我夏天的短褲仔 都是GU的 都是有少少機能感覺 但它應該不是防水料來的 它的版型不錯 我選了這個灰色比較白搭些 唯一一個問題就是它不太多袋 它有旁邊兩個,褲子兩個 後面的袋子只有右邊這個 這裡沒有的 這個造型我配合灰色褲和灰色帽 有少許機能的鑑爪 我配合這雙黑色的Timerden 是成了ACW的帆船鞋 感覺也是不錯的 在這個造型上面有什麼變化呢? 看著吧 當然可以加一件襯衣 衣服在肩膀上 我之前經常都說 這一件隔著襯衣是Polo的 不是來自GU的 但是有這樣的隔著襯衣的地方 實在太多了 GU今期沒有這個隔著襯衣 但有很多其他的長袖襯衣 都可以找一個玩法 這些幾十元到幾百元 或過千元都有很多選擇 大家可以找找 放上來之後 整個感覺就會多一點層面 就像City Boy很注重層面的感覺 當然夏天太熱的時候 都不能夠這樣玩法 其實我現在都出汗了 但如果沒有這麼熱的天氣 玩一點這種感覺 就這樣比一件穿上去 會舒服很多 其實City Boy這種風格都輕了很久 但其實很多人都只追求買一些牌子 例如Nautica這些 才會覺得它比較正宗的City Boy 但當然這些日本的設計 是會有多一點這個City Boy的味道 但我覺得City Boy的宗旨 其實都不是要追求某個牌子 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 你用其他牌子 相似的一些單品 都可以配搭出一個City Boy的感覺 當然香港或台灣 都很多這些本地品牌 都有推出類似City Boy的一些單品 但其實GU都有很多 當然它也是來自日本的設計 我覺得它可以很簡單地 呈現到City Boy的一些感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這套又玩一些特別的東西 這條褲有什麼特別呢 這條褲其實是女裝的 我覺得有多有趣 它是玩高腰的 但當然我們不一定要高腰穿 很多人怕這一個女裝褲 男生穿這個位置 夠闊就會戳戴戴戴戴 但這條褲沒有問題 因為這條褲這位置夠闊 就算你不是穿到很低腰 拉高一點點 它也不會有戳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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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這個淺啡色的間條實在是很正 亦是很搭配的 感覺都頗悠閒舒服 這條褲的版型是有少少 A 池的 簡單來說其實是水桶型 但是有少許喇叭的感覺 但它不是超級大喇叭 因為這個位置不是很窄的 整條褲都是偏向比較闊 也挺適合現在這個Train 這套衣服我特意配上這對 美樽隆的Wave Rider 10 顏色當然是配合我上身的襯衣 但是有少許其他顏色的點轉 穿上去的感覺就會更加突出 好,今天來到這一種我都不定義它為一個風格的穿搭 少許Clean Fit的感覺 但我沒有刻意把襯衣放在裡面 有些人很執著 穿某些風格一定要跟某些規矩 但我又不是那種來的,我覺得穿衣最重要是自己 舒服 對,照鏡覺得自己有型 出門後開心就可以了 不需要因為穿某些風格而跟某些規矩 我覺得才是真正的穿搭來的 那我再說回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其實是一個 GU 防皺的短袖襯衣 它的領袋不是扣道上來的那種 有少少夏娃兒襯的感覺 我挺喜歡這種GU 一些日本人設計的一個亞洲版型 就算你買一個Oversize 的時候 肩膀比較寬 但衣服也不會太長 因為很多時候你買一些其他不同的品牌的時候 買Oversize 衣服是長得黏了 蓋著大腿,感覺比例就會很怪 這一種它還要是防皺的 我覺得是非常之不錯 另外這條西褲 這條西褲是極力推介的 雖然它不算是非常透氣的那種 夏天你如果三四十度那種 熱到慘了 但我覺得如果不是太熱的 30度左右 穿這些褲也是不錯的 它少斯文得來 但其實也有一個悠閒感 它就是那種我們平時穿oversize Balloon Pants 超闊的褲子 一個過度性 長褲 它又不算是很闊 但也不會是非常脾氣的那種 穿上去的感覺也不錯 我覺得非常之白淡 尤其是這些啡色 你配搭什麼都可以的 就算你去飲宴的場合 有些活動的時候穿西褲也可以 平時這樣 Casle 穿一些短袖襯衣 或T恤 也是非常之好 最近都很喜歡穿這種英倫草帽 我覺得其實是很白達的 亦都很適合夏天的肺 尤其是穿這些比較優閒的衣服 或者Clean fit 都是很適合的 但是 不限於這些風格 就算我平時穿這個機能牙 或者街頭風 這些草帽 都可以是滑龍點精的 Mb 這些經典設計 一些很簡單的設計 其實很配合這一種 有少許Clean fit 感覺的穿搭 因為它都是屬於比較簡單的款式 很白搭 就是這樣 這次穿搭就用了一件 GU 啡色的 Oversize 茫茫 鋪湖露襯 就配了這條 現在都比較流行的 一個很短的藍色短褲 這個是一些運動風的短褲 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 不過它的版型其實都不錯 夠短 其實它的闊度也是剛剛好 不會太闊,亦都不會有勁握著大腿那一種 這件衣服其實真的很棒 少許的茫茫在這裏 其實我以前會覺得這一種衣服比較像女裝 但其實現在我發現 男裝出了這些類型的衣服其實都頗美 入面配上一件背心 當然入面你配不同顏色的背心都OK 我這次簡單一點就用白色的背心 就簡單地呈現到有少許層次 入面可能你這件T恤 其實可以配合你對鞋的顏色 或者一些accessories 如果你有帶帽的話 可以配合帽的顏色 做到一個敷應的點注 其實最近都流行這一種 日本很多品牌都有推出 其實去到Suzzi 都有推出類似的衣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夏天其實穿這些 你不要看它以為很厚 其實也不錯 因為它有網網關係 也挺透氣 鞋方面 你見到我也是顏色膚英雄 這一雙Cloud的 拖匪顏色 和我上身這一件Giu的衣服 是相配的 很明顯這套是一個比較接近Clean Fit的穿踏 都是一個很簡單的外型 但是也不失一個造型感 因為我覺得Giu這兩件單品 其實那個設計都是不錯的 這件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這件是一件白色 薄身 有帽子的 帽子 短袖 其實夏天穿 你當它是T恤 其實也不錯 加上它有這個開胸 還有帽子 造型感 就非常 非常好 另外這條褲 這條褲 是一個淺藍色的西褲 也挺薄身的 也挺適合夏天穿 譬如有時候你看上去斯文一點點 這些褲 都是適合感覺的 所以整體看上去感覺比較素色 我特地就呼應了 這頂灰色舞和一對 NB992的元祖灰 整個造型就會有一點點呼應 另外我特別選了這一對 元祖灰 NB992 這些經典的鞋款 是非常適合搭配這個 Clean Fit 因為這些簡單的設計 能夠變成一個經典 都是因為 設計非常之簡單 非常之內看 所以可以令到 可以變成一個劃時代 經典的產物 配什麼造型 都是沒有問題的 整個感覺 都是比較低調和諧的 當然這些灰色帽 灰色鞋當然是無敵 但是 如果想在這個Clean Fit 這麼低調的造型上 也有多少細緻度 突出一下的話 就可以這樣了 沒錯 就是換了一頂 顏色比較鮮 少少的帽 但是這頂 所謂橙色的帽 其實也不是非常鮮橙色 是少少偏偏的 在一個這麼細緻的造型上 它就變成一個亮點 令到你的造型 更加有脆美感 如果真的想 喜歡看多一些 關於 例如GU 或者其他品牌的 穿搭 或者單品介紹的話 記得支持一下 看多一些我的影片 分享給朋友 告訴他 今天自拍後 就是拍這個GU 穿搭 單品介紹 記得那些Super Friends Pain Me 如何自己搞 好 就這樣 下次見 Bye Bye